日本第一空警团的多岛演习 15号的每日的这个空中的这种联合演习 这次呢又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双方合作的一个铁拳演习 所以感觉非常频繁 另外呢 本月的这个27号 日本还将发射未来6颗这个监视卫星当中的第一颗一个雷达卫星 之后呢还将发射5颗要完成对全球的一个监控 这又要干什么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对世界任何角落进行一天两次的监视和摄影 这是未来5到10年日本的野心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 日本政府计划从2013年开始发射6颗军事侦察卫星 消息称 这6颗新系统侦察卫星将包括光学卫星和雷达卫星 本月27号 第一颗雷达卫星或将发射 由于受到国会于1969年通过的宇宙和平利用决议的限制 目前日本侦察卫星的图像识别能力限定在1米 与美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的15厘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据悉 目前日本在宇宙中运转的侦察卫星有4颗 识别能力在60厘米左右 如果本月27号 新的雷达侦察卫星发射成功的话 将可实现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一天一次的摄影和监视 如果未来5到10年6颗侦察卫星部署到位 使日本的侦察卫星达到10颗 实现对世界任何角落的一天两次监视和摄影将不成问题 如此强化对全球的地面监控 日本又有何预谋 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日本现在有4颗侦察卫星 如果未来再加上这6颗的话 可以实现对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一天两次的摄影和监视 那么日本到底想监视什么 日本是它为它未来的作战做准备 首先一个当时监视的是像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因为它觉得上次朝鲜半岛发射 它有次漏掉了 没有预报 朝鲜突然就光明十三号 它就没有预报成功 它以为在做准备 还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实际没几天就发射了 另外当然对中国俄罗斯的监控 这是毫无运的 这是它禁令 另外它更大的可能就是 它如果今后要参加联合国的一些作战行动 它要取得情报独立 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第一次海外战争之后 特别在克斯的战争期间 欧洲国家整个感到在战争里头 他们没有独立作战能力 重要就在情报上 情报他们完全依靠美国 克作战争期间打的目标 比如1150多架飞机 里头欧盟占了很大的分量 但是打的目标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在那分配 它有分配权 当然它有指挥权 因为这情报都是它给的 它来进行情报的甄别 然后最后分配 那么日本现在它要取得独立的 比如联合国 它作为如果承担联合任务 你不能再问美国要情报 你日本要有一定能力 另外对南海情况的掌控 周边的一些大范围的 甚至包括今后的太平洋 这个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 波斯湾地区 这些情报都它自己要有独立的情报 搜集能力 我想美国过去是相当忌讳 日本有独立的情报能力的 而现在日本正在逐步在情报上 摆脱美国的监控 逐步走向独立化的方向发展 短片当中还提到 就是说美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的 分辨是15厘米对吧 日本的目前这四颗是60厘米 那如果未来加上这六颗的话 和美国的相比 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应该说 从最根本的分辨率来讲 它不可能有个根本性的提高 就目前应该说60公分 我觉得这个足够了 原因就在于你想看什么 你比如说大型的 你像雷达站 坦克 步战车 它都能识别了 所以我倒觉得 就是说从60公分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分辨率来讲 对于所有的重要的军事目标的判别 没有问题 就是对东海或者南海的 没错 大型军舰 那么包括朝鲜的导弹发射架 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可以大大的提高 它的这个监控能力 对 我觉得它关键是密度增加以后 它对于同一地点的 从访的频度增加了 你比如说以前它四颗的时候 它是怎么设想的呢 就是说它实际上 也都是极地轨道卫星 就是它经过地球的南北极 而且它是太阳同步的 就是每天比如说 我要是打个比方 早上10点 我经过的就是朝鲜的 卫星发射基地的上空 那么第二天10点我同样经过 第三天我还是10点经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判别在同一个时刻 同一个地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你比如说今天 发现这个地方多了个发射架 明天发现多了一些工人 那么第三天呢 发现运来了一个火箭发射物 它就能判别 你可能要发射了 所以它有个连续叠加的过程 那么过去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它这个星下点呢 走的是一个波浪形的曲线 但是你无数的星下点叠加的话 它就可能在同一时刻的某一个点 形成多个从法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 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很重要 因为卫星呢 你不可能实时的 但是你这个卫星过顶了以后 我第二个卫星补上来了 恰好我能够形成 对一个地点的实时政策 所以这个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 也就是说 确实可以加强 它在这个东海和南海的监控能力 甚至全球的这个监控能力 而且最近呢 由于发生了阿尔及利亚的 这个对日本人 也有这个绑架和杀害的这个事件 所以呢日本政府呢 借这个问题呢 也提高了这个 就是对于这个卫星 这一块的这个投入 比如说安排了141亿 147亿日元的 2013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当中 用于什么呢 就是开发高分辨率的 摄像和图像成像系统 是不是在这方面 日本还有这个新的打算 他当时想达到美国的这样的 也就是不满足于60厘米 是的 这个这是详查的 因为所谓15公分或者60公分 这种分辨率应该是相当高的 在世界上比较起来 应该是比较高的 当然美国的15公分是最高的了 像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属于详查 因为它一个卫星可以详查 详查就跟拿一个卖管 你再看一个图一样 只能看一个小范围 你如果是这个普查的 它范围就很大 看的范围很大 但是就比较粗 分辨率会比较低一点 那么日本要求达到的 可能他想取的情报是恐怕大概就不是像这个朝鲜这样的 比如导弹发射架是在露天的 他完全可以看出来 他像雷达侦察卫星 像这个萨尔卫星 他对地下的一些目标 他可以看出来 就透空观察 他可以做到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所有的恶劣天气 那光约卫星 你不能看的 晚上不能看的 我基本全天候的东西看 再一个地下化的公式 他有时候能够看出来 另外植物架头的一些公式 你隐藏的东西才能够看出来 这样他在这个像 如果在我们说的非洲地区 那可能他的侦察能力就更强 非洲地区平原的这个植被是很丰富的 那他在这边要详查 那当然更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 他是在取得自己的一个情报独立能力 这个可能是非常值得警惕 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借这个阿尔及利亚日本人 被这个杀害 绑架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刚才提到不仅仅是提高 这个卫星方面的这个预算 另外还要就修改这个自卫队法 争取向海外派出自卫队 也是借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实际上他修改的是两个法 一个是自卫队法 就放开自己的手脚走得更远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宇宙空间法 这个法从最早的时候 在1969年的时候 实际上仅仅就要求 就是明确的很 就是日本所有的大型火箭 卫星发射必须用于和平目的 这是很明确的写的 那么这个法呢 到了2008年的时候 做了一次重大的改进 就这里面呢 已经把限于和平目的 改成什么呢 就是根据和平目的出发的 利用太空的权利 那你这个相当于仅限制了起点 这个终点走向哪 我觉得就不明确了 那么第三次调整就是去年 去年我们知道呢 在2012年的5月18号 实际上呢 日本它是曾经帮助韩国发射了卫星 因为韩国现在没有能力 而日本的应该说 大型火箭这个发射能力是比较强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把几吨重的卫星发射入围 而且它本身 它这个H2A火箭 就是刚刚大家从小片上看到的 它整个的最大气倍重量达到260吨 这个应该说在国际舞台上 都是非常 可以说也是算是主流水平的 那么你这样一个能力 它在去年 在给了韩国发射这个阿里兰三号火 就是卫星以后呢 它就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说未来呢 不止限于和平目的 它是想非侵略目的都行 那非侵略 我们知道这个词那个大了 对吧 所以它应该说呢 在这两方面 它都在打开手脚 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未来 那么日本作业队队员 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的地点 那么这个是日本目前的 正在修改的地方 那么此外呢 日本很可能借助大型火箭的 这样一个发射运载能力 躋身世界的航天市场 而这个航天市场的一方面 会给日本创造经济上的效益 此外呢 它对它导弹技术 这个储备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日本近期的是密集军演 然后呢 未来还要提升自己的 这个监控能力 发射这个六颗卫星 还要修改自卫队法 完成向这个海外派自卫队等等 那么日本在安全方面呢 现在是不断的提速 在这样的整个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在钓鱼岛问题上 我们能指望 中日双方坐下来谈吗 我们看到今天中午 日本公民党党首 山口纳金南已经抵达了北京 而且带着安倍的亲笔性 那么到底会由此带来 中日关系怎样的改善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日本公民党代表 山口纳金南22号抵达北京 然而 这位安倍新内阁成立后 首位访华的执政党领袖 尚未开始北京之行 就与自民党代表 开始了隔空喊话 交由后事解决 是避免不测事态的方法 山口纳金南出发前 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时 就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 陷入对立一事 这样表态 此言论一出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 随即对记者表态称 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同意 搁置钓鱼岛问题争议 日本政府与自民党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从未改变立场 山口此次访华 带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写给中方领导人的亲笔信 计划就钓鱼岛问题 修复受损的两国关系 首个安排 为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唐嘉玄举行会谈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 山口对充当安倍政权 与中国政权的杜桥自信满满 但如果他再次发表 不恰当言论 作为执政党党首的山口 将面临很大问题 如此看来 是山口表错了意 还是安倍根本没有诚意 所以看起来 日本政府现在呢 内部也是意见不一 自相矛盾 山口纳金男在来的时候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们看到短片中也提到了 搁置争议 交由后事解决 是避免不测事态的方法等等 但是马上看到 日本的石破茂 资民党干事长 马上就开始出来 发表了不同意见 说这个钓鱼岛是我国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 日本固有领土 不存在搁置的理由等等 说虽然邓小平曾经提议搁置 但日本政府从未同意过 等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内部意见根本不一致的情况下 存在搁置争议 或者说中日 回到谈判的这种基础吗 这里头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从日本政府本身 它的政治构成来说 它也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 在钓鱼岛问题上 本身它就有两手 一手就是钓鱼岛的既得利益 它所谓的实际控制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它实际控制了 因为现在是共同管控了 但是它这种既得利益 它不愿意放弃 它现在也没有政治条件去放弃它 如果说软话放弃以后 自民党的政治基础 可能开始瓦解了 像石波茂这样的人 他是自民党 执政党的第二把手 除了党手就是他了 他代表的意见 就是自民党的意见 这个毫无疑问 这是个官方意见 不是石波茂的个人意见 而山口它代表了另外 就是执政党里的 或者在执政团队里的 另一批人的意见 就是要注重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因为日本除了你要保住 钓鱼岛这方面 政治上的需求 还有经济需求 还有民生问题 还有你执政党的合法性的问题 你经济搞不好 你还有什么合法性 他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它代表了重视 跟中国经济关系 就是很多评论家讲的 包括日本一些政界人士讲 就是注意中日关系的大局 他讲的大局指的是 中日关系对日本外交的重要性 中日关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这是个大局 所以到底谁是大局 是他坚持钓鱼岛这种 购导这种 一直挑衅中国 这是个大局 还是那边大局 由自民党自己他们来判断 但是我想这两排意见 在整个日本政府里都存在 它要并行发展 当然山口还提到了 就是说希望中日双方的军机 都不要出现在钓鱼岛的上空 而且还带来了安倍的亲笔信 那这个亲笔信里边 会不会写到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内容 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应该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 因为这个信大家还没有看到 但是里面有些内容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研判 比如说它这里面 我觉得肯定它要表达一些诚意 如果它不表达 这个信我觉得写了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里面可能要涉及到 一些具体的条款 但是会不会做到 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 或者说日本单方面 做出要明确的一个让步 我觉得很难想象 研究在于的 就是我觉得目前 从目前中日双方 比如说这是第一步 我们看到 这是属于在日本 去年购导闹剧之后 第一次高级别的接触 应该说这个机会 是很值得珍惜的 而且它也是未来 打开第二步的 很重要的一个起步阶段 就是有了这一步 下一步双方的首脑 才会进一步的接触 你如果说仅仅为了一封信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意义了 所以你为了下一步的重启 那我觉得它就需要有一些 实质性的可操作的条款 就这里面 你所指的搁置争议 包括双方军机 都不要去 那你肯定要有个前提 就是你要回到 你承认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 这个是我觉得 所有今后关系 还能走下去的一个基点 那么如果说在此之后 我觉得它还要有一个框 就这个框呢 就是你现在提这个目标 还不够 你这里面必须要有相应的 可执行的东西 你比如说第一步 日本收回当时 国有化的程序 第二步什么 就是我觉得 你得有个操作的东西 拿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才具备谈的基础 要不我觉得我们谈什么呢 所以不能说 你日本好 你都已经够倒了 你占了这样一个天大的便宜 然后你到这想搁置争议了 你这个原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是双方一定要 首先要谈清楚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仅就这一条而言 就是说中日双方的军机 不出现在钓鱼岛上空 这个可能吗 因为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 恐怕这种摩擦冲突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 对吧 这能不能做得到 关键是在日方不在东方 因为中国的中国军方的军机 没有到过钓鱼岛的这个上空 因为我们一直在钓鱼岛相关海域 或者是 特别前两次是在春晓鱼体前的地方 它日本飞机是超过了 所谓中日的中间线 在我这一方对我的侦察机 和我的公寓机的拦截 而它几次都是日本军机过了钓鱼岛 而我们军机并没有到钓鱼岛 所以是不是军机到钓鱼岛 这关键在日本 你要如果到钓鱼岛 中国当然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当然要进钓鱼岛 因为你对我的巡航的公务机 如果你巡航 我当然要巡航 而且巡航的公务机 我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还要去 你要用军机来拦截 我当然要保护 这就看日本了 我想如果它有诚意的话 那双方达成一个可能性 临时或者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暂时比如说冻结 多少几个月的军事活动 双方坐下来谈 就是不承认 口头不承认钓鱼岛有争端 只要坐下来谈 就是比过去走了一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我们先看诚意的吧 如果这有诚意 我讲能走下去 如果没有诚意 对不起 那就是争端持续下去 但是如果日本现在拒绝做出 比如拒绝收回错误的 对于钓鱼岛的够岛这样的行为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中日还存在谈判的基础 您觉得 放不放弃够岛 不能从现在就看 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没有条件放弃够岛 我可以说 现在整个民意有请化的态度 比如说56%的 这次做了一次 也在胁迫日本政府 胁迫日本政府 所以谁做出这样的承诺 谁一定下台滚蛋 日本领导人都在考虑自己民意 他是民选上去的 所以他要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 并不是日本领导人都跟着日本人民走 很多地方是他们在引领 他们在照这个氛围 把日本人民往这里头推 我想这一个引领做的 就是如果他想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制造一些舆论气氛 完全可以 因为中国建交那么长 中日建交这么长时间 我们纪念活动都没有搞 就用调道的耽误 完全可以做 完全可以做 所以再次 晚上好跟张帅一起来看天气 这个季节如果冷 就开始请在看天气氛